日本小林政要含有红麴成分的保健食品爆出食安问题 目前累计奏成4人死亡106人住院 在28号的非公开股东大会上 社长小林张浩再度致歉 日本媒体报道 小林政要预计29号召开记者会 社长小林张浩将亲自对外说明 日本政府表示 日本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告知日本政府的举措 并提供所掌握的资讯 努力确保国际对日本食品的信任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张祺林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